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桑普伦正的节目 来到6月28日的凌晨时分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这期间比较晚点和大家做节目 因为夜晚6点半教到9点半书 由由新竹夜越搭车上来一定迟 之前要备货,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希望大家知道这个课程结束了 今天终于完成了连续密集的每日上课的课程 去到下个期才再作打算 我想可以正常的时间和大家做节目 希望不要介意 今次应该是比较完成课程之后第一次和大家做节目 希望大家subscribeyoutubepatreon patreon每月定额捐款 我当然欢迎free member 希望更多人能够一个小额的赞助给patreon 亦都可以用歌笔金钱 帮到未来台本合协会应付紧急的支援的需要 另外可以看到大家希望利用super thanks function 支持本人也希望大家多多能够赞助本人 另外可以看到comment like share 给一些致容道合很重要 看完广告看完片 那我们今天说些什么呢 解放军 今天的主题就是解放军 因为今天事出突然 国防体系中共去年出现人事大地震 多名的高阶将领成为了清算目标 事源火箭军有关 但事实上这个通常往往都是藉口 涉物也好 行贵也好 加上变化 重要的地方就是 不断的变动过程中 习近平风雨不动安如山 坐在领袖的位置 有没有看过电影《黑社会一》 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位老师傅搞出来的 所以你要知道 黑社会里面龙头大哥不容易做的 你们下面那些争风俠槽 就算不争风俠槽 他要使你不断内斗 你斗我我斗你 上面的就坐得穩了 无论你是我选的桌 或是以前前朝为神 是江湖的遗神 譬如说我选的桌是藝丰 还是好像李尚福知道 是以前正下来的 一样 时辰一度 不定期不确定的什么样 不确定的时机 将你整走 确定地将你整走 这个就是共产党的做法 也就是习近平的做法 前后任的国防部部长 藝丰和李尚福 27日一起被供中共开除党籍 正式画上句好了 今天藝丰和事严受贵 李尚福事严受贵和行贵 总之什么都好 谁不受贵行贵 70岁的藝丰和曾经是首任火箭军司令员 2018年出任国务委员兼防长 去年3月射任 又是66岁的李尚福接任 但李尚福自从去年8月底消失 10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 免去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和国家军委委员职务 新华社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以27日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 关于藝丰和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决定给藝丰和开除党籍的处分 终止他在党的20大代表资格 即是全面将他清缴 藝丰和先前已经被中央军委开除军籍 取消火箭军上将军下 官方指出藝丰和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不理行全面重研治党政治责任 对抗组织审查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 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 严重违反廉结纪律 违规收取 收受礼品、礼金 利用职务面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并收受巨额钱款 涉嫌不受拘罪 官方说藝丰和严重染污染部队政治生态 性质极其严重 影响极为恶劣 危害特别巨大 中共拿着这么多的极其严重 极为恶劣 特别巨大 肯定将它相规 而且判监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由始终都没有告诉大家 它差点什么 总之就是 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的魏风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同日也審议 并通过中央军委 关于李尚福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决定给予李尚福 开除党籍处分 终止决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 李尚福先前已被中央军委开除军籍 取消其陆军上将的军下 官方指出 李尚福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不履行 全面重研治党政治责任 对抗组织审查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 违规为本人和他人谋取人事利益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并收受巨额钱款 涉嫌受贵罪 为谋取不正当地一亿级送给他人钱款 涉嫌行贵罪 官方说 李尚福严重污染 军队装备领域政治生态 和行业领域封气 所以严重污染两个都是 讲了这么多东西 大家知道什么呢 很多人已经知道 共产党绝对不是省油的灯 如果大家有听我的故事 我这一节会集中整理一下 近年解放军的一些变化 大家知道在2015年 军改之后 习近平基本上已经微平各个山头 但是近这几年 尤其近这一年 出现了很多的变化 变化的重点就是 很多他用的人 前朝的为神 再一次被整斗 说他严重污染 这些人 谁用的 习近平 亲自部署 亲自任用 亲自指挥 而多一距离的 又是习近平 OK 艺凤和李尚福的身影 我记得是侵侵 甚至是在拜登时期 经常出现在国际的媒体上面 国际的会议上面 现在 很好笑 选择司法部长 连续三任 个个是 违法落台 商规 判刑 两任连续的国防部长 是习近平 亲自指挥 亲自任用 亲自监督 又是这样的事 错在谁呢 难道错在我外桑普 错在习近平 谁任用这些人 最应该被商规 开除党籍 应该把他粉身碎骨的 是应该是习近平 简称杂猪头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我想在今年的二月尾的时候 有一宗新闻都说 中共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 第二次会议召开 三月召开 官方公布文件说 一年之内有24名 全国人大代表被中资或败面资格 当中终目的 包括前外交部长秦刚 解放军代表 在24名里面有10个人 可以这么说 这种情况是相当多人 在这个地方里面的 整肃军方高层的情况 相当严重 这个情况已经是不在话下了 这件事相当严重 比如说很多的航天科工集团 第二研究院副院长火箭专家 冯洁雄 也扬入火箭军的贪腐的部分 也被处置 这些已经知道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最近有些大换血 我由上个月 五月初的时候已经报道过了 就是说 习近平去法国 在他的企委 即是在蔡奇之后 近于和毅 2010年已经进入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经过十四年的奋斗 十四年的捧撻 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局长 而这个孔兆讯 基本上只是他的内陆省份 零下任职而已 这个名不见经传 就是说 你在关键时刻 做了适当的事 加官进着 这个就是习近平的做法 是随机找一个人 去加工封官进着 给大家看 忠诚有好报的 但去到最后 到这个搅浴机 去到某个时机 始终要将你吞势 除此之外 浙江帮在解放军 也有了相当大的冲击 尤其是中兆军 他身为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主任 将他释夺他的职务 整走他 叫他国防大学做政委 55岁 接着换了一个什么人呢 方永祥 方永祥是什么呢 方永祥是出身 这个福建邦的 三十一军 他是前退役军人事务部的副部长 现在方永祥是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而这个中共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就是何伟东 另外一位中共中央军委的委员就是苗华 这三个都是福建邦 全部方永祥 何伟东 苗华 都是福建邦 这三个是世界最大的象征 那你说 无论方永祥 何伟东 苗华也好 也好 一个明明不见征传的零下出身的孔少许也好 现在呢 飞上枝头变凤凰 他说相当显赫 你说那些李尚福 魏凤和那些 比较低级的官员来的 为国防部长 中国国防部长是一个执行角色 执行的执行角色 国务院总理已经变成执行角色了 何况国防部长 门面功夫 他不像美国国防部长 英国国防部长 法国国防部长 台湾 日本国防部长 这么有权力的 这个国防部长基本上是橡皮图章 他出去外面压下手 穿着个军服 要不要扬威一下 其实本身 他并不是一个显黑的职位 大家有这样的觉悟 而你看到 很多人接连落台 都是同火箭军的高层团灭 战略支援部队 也都被撤销后 解散重组 成为不同的 譬如信息支援部队等等 你看到这个是相当大的情况 继有李玉超 徐忠波 张震忠 甚至乎是 这个李全广 周瓦玲 呂皇 李尚福 魏凤和 等人接连落台 吴国华 自杀 这些全部的人名 其实你自己听完之后 到底听回 查一查他们 发觉到 是非 这个突然 他们接连 在一年里面 在一年里面 不同的时间 传播 去被人铲除 这件事 令人觉得相当很特别 而火箭院的副院长 韩天之涂之控股的前董事长 韩树旺 也都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 相当多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这些情况 一个一个只要碰到那件弊案 或者说 施宜是保抵 即是说 赶给习近平 即是说 他用义务仔 读亲 你们里面的人 泄物 泄物给美国 用这样的方式 来做 习近平 其实真与假 不重要 就算你是错的 都是包庇你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你是对的 今天更加要支持你 即如果你觉得 普京说这帮人是犯法的 你要维护你的卵液 应该保住他们 但是习近平不敢做 要剁 但是你要剁 不要忘记 你不剁那帮人 其实个个都做着 你剁的人所做的事 你剁的人做什么呢 第一 贪污腐化 第二 洩露机密给人 第三 用人为亲 就是他说魏凤和 李尚福的罪名 完全中杀 谁不做呢 你剁那帮人 你不是洗到那些你未剁的人 更加离心 军队如是 整个下面的领导的如是 我问的问题就是说 哪个时候轮到蔡奇 黄小洪 何立峰 蔡奇是什么 大内总管 黄小洪 公安部长 何立峰 国务院副总理 其实国务院总理李强已经废了了 真正实权的主观经济的就是何立峰 还有刚刚讲的一批人 是吧 孔少讯 这个比较深进 方永祥 中版 这个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何卫东 军委副主席 委员 苗华 这些实权派 请问 什么时候轮到他们呢 这个问题 你问习近平 他回答你这些问题 我不懂得回答 未来 这个二十届三中全会 就会7月15号至19号举行 很快就会举行这个三中全会 这个三中全会 7月中旬举行 中华的焦点是什么呢 一就是说经济改革有什么动向 二就是这些所谓军队的人士 究竟会不会将他们全面铲除 其实这些铺平条路 去到三中全会 将它正其明 明白 但是是不是还有第三件事呢 我先谈个关事 我们稍后回来讲这个问题 这一集都会讲到这个问题 真正的重点不是这两个 不是经济 不是军队人士 是什么呢 想一想 OK 我先讲一讲 志文明虎先生 就是我的论判 是讲回魏凤和的一些故事 他说最出人意料的不是李尚福 而是魏凤和 李尚福去年被免职之后 受到党级国法处分是迟早的事 但魏凤和这个时候受到处分 他出乎他的意料 首先他说魏凤和是不折不扣的习家军 我刚刚讲过了 习近平在2012年11月15日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大约在一个星期之后 同年11月23日 习近平就匆匆忙忙在北京军委大楼主持了一场上将军衔 受与仪式 在过去的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 上将军衔的受与仪式 一般是8月1日建军节举行的 小则三四人 多则十来人集体受分 但2012年11月的受分受与仪式 只有一个人晋升为上将 一个人 只此一人 就是魏凤和 全世界的媒体都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推测习近平提拔案 魏凤和是唯一军队里面 宗书里面安插自己人 觉得非常显黑 当时派处北京的慈彭明夫先生 他产经申问当时的一个重要骨幹 他写了相关的报道 他还清楚记得 同一位西方媒体记者开玩笑话 三十多名上将中 哪个是江泽民派 哪个胡锦涛派 都很难搞清楚 但可以确定有一个人是习近平派 这个就是魏凤和 后来 魏凤和也是军中平报清雲 升到了国防部长 但去年3月 2023年3月 写任国防部长之后 就不再在媒体上露面了 有消息说 他被中纪委调查 但今年5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 乌云奇木格的桑例上面 出现了魏凤和送的花血 于是当时有人说 他是不是安全下葬呢 没有想到三中全会前 传来了魏凤和的落马消息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奇怪 我一点都不会觉得惊奇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一个 共产党操弄的手法 最著名的习家军大 再被清算 说明了中共军内的权力斗争 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同时连续两任 其实我不觉得一个权力斗争 而是习近平的这种搞 他不是他们自己权力斗争斗习近平 是习近平想插手去搞这些人 会不会搞到有什么惹祸上身呢 分分钟会的 所以这种所谓的权力的镇压 是白热化阶段 下面由下而上 bottom up的权力斗争 有没有出现呢 比较不明显 同时连续两任国防部长 同时被二宋发办 会在所有军手脑门 都失去安全感 我刚刚讲过了 你这样搞法 其他你说的贪污腐化 那些说所有用人为亲人事问题 谁没有 对不对 可以想象到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解放国里面将展开清除魏凤和 理常福余毒 或者留毒的政治运动 中共军队的士气 一定会受到很严重的打击 但是于是乎又如何 习近平依然继续这样做 而我认为军队里面 慢慢慢慢在他这个制度里面 会不会说到一种内部不满的气氛呢 分分钟会 回过头来说说第三个重点是什么 大家猜到了 三个大致 我昨天都说过了 彭丽媛 彭丽媛将会染染上升 现时中共未公开 但是偶有说明的一种 旁边的支线说明 也就是传说的资料 就是他的新军职曝光 这个不是透过中共的直接的新华社 人民日报或者那些这样的党媒 也是透过香港的星道日报 在5月5号报道的新军职 就叫做中共中央军委 干部考评专职委员 这个中共中央军委 赶部的考评专职委员会 其实是由2016年成立的 对于这个委员会来说 中共军队的人事任命 这个中共中央军委干部考评的委员会 是有说话的权利 OK 大家要清楚这种东西 彭丽媛陪伴住习近平 去出访 就是上次讲的 法国蔡尔维亚匈牙利 这个在5月初的时候出访 希望用这种歌唱家的本领 或者他的形象去柔化 就是软弱化 习近平的独裁者形象 其实不算柔化的 只不过是整色整衰 分分钟他很多的职位逐渐会上去 他先入军委 会不会在军委里面 会不会在中共中央的后保委员 中央委员 政治局 甚至没有一些 叠床教育的中共中央文革小组之类的组织 当年今年就是另一件事 就是声为江青二世 独裁者有一个梦义的 怕两件事 一是他的余生 究竟会不会被人推翻 二是他死后 名声可不可以保住 这个所有的独裁者 最担心的两件事 以前帝国的时代 皇帝就是说 以前是善让 之后说是父子死计 然后变成父父子子君君臣臣 在一个朝代里面 同一个姓 基本上是父死子计 的长子存为等等的事 好了 这种做法就是目的是什么呢 避免权力 即是旁落 然后任何人都不可信 自己的最亲的人最可信 包括自己的配偶 子女 父母 最可信 但是不是最可信呢 元武门之变 李世民 都要杀死他两兄弟 最后 涉嫌 就是登影 虎声下 杀死李渊 这个也是他老爸 基本上你看到 唐朝的第二代的君主 就是这样的人 精冠之子的那些 大家就是吹到上天 魏精 冯元亭 大家知道 读过那些历史书 我不再说了 这些这样的东西 看到 喂 你说最亲的人 是不是最 真是这么亲呢 是不是真真这么亲呢 是不是 你要想一想 是不是 光水皇帝 跟慈离太后 怎么都是 有DNA关系 是不是 但是最后 怎么办呢 将你幽禁在刑台 百日为生 然后之后 冒出政变 是不是 袁世海 黏在慈离太后 将光水 幽禁于刑台 康有为 梁启超 亡命海外 什么可靠 最可靠都是民主制度 是不是 民主永远这么可靠 不是 但是起码一个机会率 在它对于和平 权力转移 顺应民意方面 是最好的 到今时今日 我不会认为 这些帝国制度是最好的 好了 你用这个方式来做 以前毛泽东是怎么样呢 毛泽东是想传给 他那些 所谓的 外生 但是没办法了 扶不起的批斗一大堆 毛泽东早已经在韩战 死了 开除别人是谁 好了 以前 打算林彪 谁知道想斗林彪 林彪想走路 最后被人一个炸弹炸死你 其实你看那个狗品 国产007 那时候周星智整盘 在那里打把 有个人 轻功式水上飘 整个飞了上去 然后一个炸弹炸死他 其实那个人在讽刺林彪 OK 那是林彪 那其实他都想整死 就是去整走 邓小平 但是斗而不破 不想整死他 为什么呢 马年毛泽东 在四人帮 这个管文宣的 中宣部的 还有那帮军佬之间 就是林彪四号那帮军佬之间 不是林彪那帮军佬 比如说叶剑英 徐向前那帮人之间 要做个势力的平衡 最后就找了这个华国锋 做中间那个平衡目 他没有权没有势的 毛泽东是处于这个平衡目之间 他希望华国锋做这一点 他死了 你办事我放心 最后就被人 就是马国锋之后 为什么被叶剑英嫁空 为什么被邓小平嫁空 这个是后话 所以你说毛泽东 是不是想传给他姓毛的人 当然想 但是没有 不是发得癫痴呆 就已经死了 或者基本上 他下面那帮人 都不想他做 你想一想 他的太太江青 都是一个选择 但是太太 即是在毛泽东眼中 不是一回事 当然很重视他 你说这一件事 他会觉得这样 会有个选择的地方 斗而不破 希望某个时刻 江青再復权 令到毛家的其他 那些不同的人 继续继承这个 无事王朝的地位 但是当然了 江青就在华人堂事变那里 被叶剑英等人 和九合这个华国锋等人 捉住他们 捉住他们之后 就完全不同了 结果就是将他们 有这个审判 这个所谓审判 全部是走过场 所以说毛泽东的老婆 又怎样 最后结果就是这样 但是你不要忘记 毛泽东的老婆 江青南平 他基本上 就是以前做鸡 一路去延安 接着戴了 不知道他戴了 毛泽东 戴了他两户戴 接着一段时间 江青说身体不好 去苏联治病 回来的时候 逐渐被重用 滴水洞之下 此时他去上海 搞中央文革小组的初刑 搞三家村的批斗等等的东西 然后逐步逐步上位 现在似乎有这样的趋势 每一个人被重用 之后稳落 他被重用的时候 有个奄奄上升的趋势 毛泽东用江青 因为他知道 其他人都未必管用 你看刘少奇 反我的七次人大会 林彪用而不信 其他那帮人 用下算数 反而江青可以信任点 但都不是尽信他了 分分钟他想要用和自己DNA有关的 责命责 先用江青 再用责命责 行不行呢 你问金仔行不行 金正恩都懂得用 金与正 李雪主就是他的太太 他的小女很小 你会不会重用他 分分钟会 只是时间问题 独裁者最信任是什么呢 家人推翻自己的机会 是会比非家人来得低的 家人会不会有机会推翻他 又可能刚刚说了一大堆例子 李世文 是不是 一大堆 但非家人推翻他的机会肯定比较大一点 所以他会对家人比较刮目相看 尤其要找一个这样的人坐镇在地方 有些评论人就说 不要再说彭丽媛 没可能的 这次二十届三中传媒 不会增补后保委员的 要经过全部中央委员的大会 即二十一大 才可以入后保委员 二十二大才入中央委员 搞得来十年十五年 又可以慢慢等了 集团又等那么久呢 这些说法完全是荒谬的 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他制造出来的怪胎 绝对可以跌床家屋 不需要完全不管任何规矩 说他就是他 这个就是独裁 哪里有脖筋 哪里有脚眼筋 所以就说 重点不是任入军委 重点不是什么 彭丽媛 在整个二十大 二十届三中传媒 即七月中旬举办 这个二十届三中传媒 究竟有什么角色 他会不会在任何文件之中 体现出他的名称 如果有是破天荒的 因为他是nobody 他可以慢慢去做很多 物联物联的人 即譬如说 他是由2009年 做中共国的人民解放军 总政治部歌舞团团长 好像歌舞听 歌舞团团长 晋升少将军下 结束歌唱生涯 就是赔夫国事访问 接着2011年 联合国的世卫组织 任命他为肺结核病 外资病的亲善大事 这个是重要的 你看到他后来 刚刚讲的 2016年成立的这个 中共中央军委干部考评专绩委员 是负责高级将领 选拔任用权 推荐给各个政工部 政治工作部 军级以上高官的政治立场 和军事指挥能力行为措手等等 这个是相当显黑的职位 而且他在2017年 之前都担任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院长 相当多 未来会不会继续入很多 物联物联那些团体 会不会军队里在国家机构 党政军里面 担任一个比较重要的职位 公开他担任的职位 我觉得机会极大 大家看下去 下个月中旬 甚至19号举行的 20届三中全会 揭终的时候 大家看看我讲的对不对 我想这件事就是我猜 彭丽媛 会掩掩上升 去制衡什么呢 福建帮 他把福建帮捧到这样 他要找个人来制衡他 这个就是彭丽媛 未来情况就开始进入了 习近平的下半段 而这个下半段 会慢慢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内卷化 而内卷化速度会加强 这件事我的算法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回 我应该不重亦不愿意 是这个正当可以进入内卷期 衰退期 现在去到半衰期 未来会怎样去做呢 会不会加速呢 很靠总加速事 所以各位香港的朋友 留在香港的人 留下来的人 千万不要灰心 我们知道很难 就是我看很多新闻 是很难过 很难过 都要经过 一定要做 是不是 台湾每次受到共产党侵略 渗透各方面的统战威胁 我们更加要坚守我们的责任 这个是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不去支持这件事 就以后的问题就会相当严峻 昨天的新闻 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台湾 升高去到中国 香港澳门的警示 今天由黄色变成橙色 那就是陆委会就说明 这个是台湾的官方机构 他就说台独22条 是有风险的 美国去年就同升第三级 所以就希望大家 非必要 真的不要去香港 澳门和中国 不要带敏感的政治书籍 不要在那个地方 说一些真心说话 不要说政治话语 总之就是尽量不要去 这个就是大家的警示 其实这个警示是对的 但我都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做得好 我近日比较失望一些的就是说 有一位台北的前市议员 就叫做瓜吉 瓜子 他们是同路人来的 他OK 他就竟然想去北极道 可能看一些白野 去白马城 去加拿大 他由台北出发去加拿大 但他竟然那张机票 是先detour去香港 之后就去香港转机去加拿大 我觉得很荒谬 第一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吗 你是台北市议员 是陆营的 是台派 为什么你要自己飞去香港 才再去呢 台北是有直航飞机 飞温哥 就算你要detour 去东京转机 我搭过无数次 我也不知道搭过多少次 我去找傑斯的时候 都不会去香港转机 你不要告诉我 你会贪吃 然后你在Facebook上 贴一个长的贴文 还整幅在机场禁区里面 即进去禁区里面 吃粥 粥斑面饭的照片 又说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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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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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真的 不要见笑 那些东西 我吃过无数次 哪里会好吃 第一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 他说吃一口腸粉下去 真的有腸粉那种 豉油的味道 你可以继续这么说 但我说在温哥华 吃得更好都有 你不要去香港吃 不要大香你 你在温哥华 Richmond 大把好的餐厅给你吃 不要说Richmond Vancouver City 大把好的东西给你吃 在香港吃 问题不是你吃东西好不好 我不跟你评论 不是做美食评论 你为什么要去香港 如果你被人捉了 做人质的时候 你使大家麻烦 你添烦添乱给台湾人 这个就是我要说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要说的东西 你真是一个抗争者 你不应该去香港的 不是说你不去香港 就等于抗争者 但是去香港那些 但是去香港那些 你坚极有限 你进去被人添了 添烦添乱 添你的烦 也添我的乱 我要为你奔走呼告 你浪费我的时间 你说你现在不是被人拘捕 OK 你回来 我开始怀疑你 Why you are still free 就是你去到那个地方 为什么来不添烦你 是不是你现在 你现在接受一些新的指令 来到这个地方 你不免 你别人有这样的狐疑 所以 楚河汉街 铁幕画开 不能够随便画越界 记住 我认为这件事 是我判断标准 不要去香港 澳门 中国 我再说多一次 同路人 不要去中国 香港 澳门 楼下来的香港人 我明白你们的地方 我不会责怪这帮人 但那帮已经离开了的 请你们在外面 帮香港说说话 做做事 坚强起自己的实力 等待黎明的到来 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你说切肉不离皮 很难的 相谱 家人在那里 这些一般人我不会怪 一般人我不会怪 我怪的是这些头面人物 你自己数一下哪些 自己想下哪些 每个人有他的自由 明 但我也有自由 去作出一个理性的判断 我的判断是否合理 你自己想想 所以我说 我不是用自己的尺去度日 有一个常理 你进去没有被人踏 证明你好打有限 或者 你后来被人拆反 变成一个鬼 回到这个地方 我怎么知道 你有什么原因 那个是 狮子龙 这日都是狮子龙出回来 for what? 这个是一个无聊的问题 不要说你贪好食物 你要回去 这些是很孤独的东西 全世界大多好食物 你要吃更正宗香港的东西 广东菜有很多 没有失传度 我推荐温哥华 多伦多 OK 你在美国纽约 唐人街 利口福 自己觉得 都吃得很好 OK 所以我就是说 大把好食物 为什么一定要香港呢 如果你要喂食的话 而回香港给人踏 for what? why? 你要添烦给自己 添乱给其他人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希望大家明白了 我们下一次再说